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愿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聆听你的话语 透过你圣灵的带领 明白你正是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今天是十月五号 今天的经段是 约翰一书第五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我用和本修定本来读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 都是从上帝生的 凡爱生他之上帝的 也必爱从上帝生的 我们爱上帝又实行他的命令 由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了 我们遵守上帝的命令 这就是爱他了 而且他的命令并不是难守的 因为凡从上帝生的 就胜过世界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 就是我们的信心 第五节 胜过世界的是谁呢 不就是那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又重回到 整个初代教会基督徒里面 非常重要的信仰告白 耶稣其实是希腊文 这个名字是希腊文 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约书亚 基督呢 基督的是当时 其实是一本所翻译出来 受高者的意思 初代教会 因为用耶稣基督 或基督耶稣 其实都在告白信仰 换句话说 他透过耶稣 是基督 或基督是耶稣 用这样的信仰告白 来透露 我们所相信的就是 犹太人过去以来 所盼望的那位 约翰这位长老 他告诉教会的群体 信耶稣是上帝的受高者的人 那必是从上主所生的 而这正是约翰一书全书信的主题 爱是从上主而来 当然不是说 爱上帝且遵守他的命令 就等同于彼此相爱 而是他 约翰其实再三在这一个书信里面 不断的强调 彼此相爱 爱上帝 以及遵守上主的命令 这三者不可分割 特别是遵守上主的命令 是一种爱上主的表现 所以这正是约翰所说的 遵守上主的命令 而所谓的遵行上主的命令 事实上再延伸进去 约翰直接跟大家讲 其实上主的命令 并不是要用来限制人的 而是要我们去爱人的 因此那是不难守的 在耶翰的这封信里面 不爱世上的事 也就是不随从世上的情欲 胜过那个假教师错误的教导 这差不多是等同的状况 换言之 事实上我们活在这世上 我们总是会有我们属肉体的情欲 我们会让我们生命里面所受到 或世界上所受到的这些情欲 所控制甚至所主宰 约翰告诉我们 一个属上帝的人 就不受这些的捆绑 更要紧的是我们更要聆听 知道我们所遵行跟随的是谁 要记得不要亲信那些假教师错误的教导 重要的是 那就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四节 耶稣约翰告诉我们 信徒能够胜过这世界的关键 是因在我们里面 比在这世上还要大 而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 这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我们总是在这个世上 会迷失 但千万要记住 我们的主是耶稣 他是上帝的受高者 更是那位上帝派来 在我们当中要拯救我们的那一位 愿这位主与你我同在 我们一起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去聆听你的话语 知道我们所相信的 求主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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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转队 得到 把 我 都 突然 就 曾 这位